北京时间6月1日 法国网球公开赛将展开正在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 当日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 以及男女双打混双的首轮比赛 单打方面 数国仅存的两位中国选手王新瑜和张之珍 将先后亮相12号球场 力争大满贯最佳战绩 双打方面 张帅梅拉德诺维奇 法国徐亦凡杨昭轩 王新瑜谢舒威 朱琳玛里诺 加拿大将出战女双赛场 同时张帅还将搭档多迪格 克罗地亚征战混双 男子单打首轮收获退赛大礼 夺得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的张之珍 世界排名第71位 将在男子单打第二轮迎战 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廷选手 迪亚哥比阿古斯丁地兰特 世界排名第153位 这是双方职业生涯首次交手 但是不管怎么看 对于张之珍来说 这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就看能否抓得住了 比赛被安排在12号球场第三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6月1日20时开始 女子单打郑清文爆冷出局后 王新瑜成为唯一的希望 首轮挑落30号种子的王新瑜 世界排名第80位 将在女单第二轮迎战 瑞典盟女利贝卡彼得森 世界排名第87位 双方在印地上有过两次交手 各胜一场 平分秋色 此番红土再战 期待胜利的天平能够倾向王新瑜 比赛被安排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6月1日1830时开始 女子双打单打 目前已经失去竞争力的张帅 仍将参加女双和混双的争夺 继续通过比赛找感觉 女双比赛中 张帅将搭档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出战 为列赛会9号种子 首轮将对阵跨国组合扎拉米泽 格鲁吉亚 托莫瓦 保加利亚 放在以前来讲 张帅组合晋级没有问题 现在就不太好说了 比赛被安排在11号球场第三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6月1日20时开始 在斯特拉斯堡站 夺得两人合作后 第三个WTA双打冠军的 赛会11号种子 徐亦凡 杨昭轩 将在法王女双手轮 迎战朱林马里诺 加拿大 比赛被安排在3号球场第三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6月1日20时开始 王兴渝将一日双赛 女单结束后 王兴渝将搭档中国台北双打名将谢舒威 出战女双手轮的比赛 对手势单打中 淘汰了中国一节正清闻的 普丁赛娃 哈萨克斯坦 和俄罗斯选手拉西莫娃的跨国组合 比赛被安排在12号球场第四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6月1日20时开始 混合双打张帅将搭档克罗地亚选手多迪格 以8号种子的身份 征战混双手轮的争夺 对手是东道主外卡组合科内瓦斯林 比赛被安排在11号球场第五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6月1日20时开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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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